美国专利商标局发现,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件数暴增,2017年度甚至超过加拿大、德国、英国申请件数的总和。 然这些申请却充斥住虚伪作假,其中有些只是为了能向中共官方申请现金补助。 华尔街日报报道,2013年以来,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案件,成长于11倍,2017会纪年度,来自中国的申请案,更比加拿大、德国、英国的申请总和还要多出数千件。 报道指出,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审核中的商标申请案,约有九分之一来自中国,让美方十分吃惊。 美方官员们表示,来自中共官方的现金激励是可能原因,理由是,中共在努力增加所拥有的智慧财产权数量,而地方政府更提供奖励。 只要在美国注册一个商标,就可获得价值数百美元的现金奖励,像是深圳的奖励就达800美元,新台币近2.4末元。 根据报道,从美国官方资料上看,许多中国申请人登记的地址,都在深圳,而深圳就有中国西谷之称。 然而,美国官员表示,很多中国商标申请人的商品,全力主张令人生疑,且不合法,而经办申请案的律师资格,也有疑问。 华盛顿商标律师阁本JOSHGERBEN表示,诈欺性的商标,可能导致其他申请者,因名称太过相似,而被延迟,付出高昂代价。 因为名称相似,是博回申请的一个理由,而来自中国的大量虚假商标申请,正在破坏美国的商标制度。 报道指出,绝大多数中国的商标申请者,只是在网络上销售钱包、望远镜、手机充电器、真知帽等商品的小商家,且申请的品牌发音奇怪,有时甚至没有母音。 此外,很多中国的商标申请人,提交的申请图片几乎完全相同,都是同一种消费品,只是品牌名称不同,像是20多个中国申请案,都使用同一个巴马图案,裤子作为图案,但却使用多个不同品牌。 报道指出,不少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,委托的是不具备美国职业资格的外国律师,违反申请规定。 其中,有十多个中,国申请人填写的代理律师,名字只有Wendy一字,使得律师Wendy的申请案已被列为。